蛇蝎心肠,保姆对七月大女鹰摔大勒脖子警方介入保姆赔偿一万,网友爆料趁七个月大的小侄女遭保姆虐待视频中,保姆只顾玩手机对孩子的哭闹不予理睬,觉得凡时就摔大推散孩子,还将毯子被子盖在孩子面部孩子的母亲,告诉看看新闻LOOSE记者,这位保姆是他们在这家家政公司找的第三位保姆。 保姆上班六天后,他们查看房中的监控不料,却看到了令人心碎的场景,保姆粗暴对待孩子,有时推丧有时勒孩子脖子,甚至嫌孩子哭闹太吵用手券塞进孩子嘴里不让其发出声音。 经检查孩子并没有皮外伤但孩子的精神状态不佳经常睡不踏实,事后刘女士将情况反映给了家政公司,并报了警经过警方调解,该保姆赔偿了刘女士一万元现金。 而家政公司方面表示将支付保姆一个月的工资,也就是3500元作为慰问金。 对此刘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处理方案,她认为家政公司太过敷衍了事。